俏俏 男人心间一阵阵地刺痛着 他忽然想到了程俏俏 那时为了他在浴缸里自杀的情景 往事当中他又对他做过糟糕的事情有很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现在才要想尽办法地去弥补他 这也是为什么他请了半年的假 来跟他一起出来度假的原因 如果不是他提出来说很想再去一次云香 他也一定不会打乱原先的计划 陪他来这里一趟的 他眉头纠结着放满了车速 开始想着改变线路了 我们不过去了 为什么 是因为我刚才说的事情吗 邹浩你别想那么多 我刚才就是那么一说而已 我没有别的什么意思的 你相信我 而且我真的挺想再去云香看看的 那里是你的故乡 我们现在在一起了 自然是要先回那里去看一下的 邹浩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凸起的侯姐滚动了好几下 这才勉强地继续往前开 我不想让你不开心 任何一点的不开心 都不想让你有 我知道的 我也明白 但我没有一点的不开心啊 我刚才就只是在想 其实那些年里的我 确实也挺惹人讨厌的 凡事就喜欢由着自己性子来 一点都不知道收敛 以为自己年纪小 别人就得让着我 供着我 其实这样一点也不好 你没有 那时候是我做的不对 明明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但偏偏要对你说那样的话 瞧瞧 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 其实呀 我刚刚还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 你还记得我去影视场拍戏不 害得我嫂子受伤那次 唉 想想不管是我哥 还是我嫂子 真的都对我好好啊 有时候我就在想 一定就是老天爷 看我什么都太顺利了 所以才在情路上 给我说着这么多的关卡 不过还好 这一关我都挺过来了 现在已经苦尽甘来 以后就尽量的不提这些了吧 所以 我要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坚持 可能 要不是你的坚持 我早就放弃了也不一定 不 我觉得 这就是天意 这就是缘分 缘分和天意都存在的时候 连老天爷都不忍拆散我们了